那么高雄市公车处的亏损已经高达240亿元 一旦民营化之后呢 它目前的营业基金就会转变成非营业经济 又会直接冲击到高雄市政府的举债的上限 恐怕撑不到103年 高雄的岁出就会超过岁入 举债破表 多位市议员今天对高雄的财政前景感到相当的悲观呢 夏永达议员支持市府的公车营运改革计划 因为之前有台契及大都会客运的成功范例 但他对公车处基金在民营化之后 由非营业并成营业基金 就要挂在市府的公共债务上感到忧心忡忡 103年已经超过什么 超过纯量的上限了 就是240亿再挂进来 再挂今年的101年 再挂明年的102年 103年的就举债破表了 这个基金的欠债 假使说不管是216或是230 这个就是用这样慢慢来还 这个是用时间来争取空间 议员要求市府民意化前 要先与员工沟通 并且忧心安置公车处员工到市府其他单位任职 陈局对此态度保留 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的 也有议员担心公车民意化后 部分公车路线可能会因为载客率不高而遭到裁测 交通局表示 公车民意化的前提就是医疗公车不打折 而对偏远地区的公车服务更不打折 港东新闻王杰士 刘志善采访报道 公车路线